我们继续研究基督的十字架 上一堂课我们讲了很多有关救赎的事 现在我们看第二个非常重要的词 现在我们看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字 就是赎罪记 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五节 讲到基督神经说 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 不是赎罪记 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 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 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 这个字挽回祭和救赎 这两个字息息相关 救赎是付出赎价 把一个囚犯或者奴仆 或者一个受监禁的人得释放 基督的死为我们的罪付出了赎价 它是我们的救赎 我们不是借着金 银等物得救赎的 但是借着基督的血 这指的是祂的死 祂的血 需要一个流血的祭物才能够救赎我们 圣经说若不流血 罪就不能得赎 这也涉及到祂在十字架上我们所受的痛苦 现在我们要明白他的受苦是有关什么的 这个字挽回祭 指的是一个献祭 祭物 这个献祭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 好使一位公义的神可以赦免罪人 我们也可以这么看 基督的死 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 也平息了神的愤怒 如今神就可以赦免罪人了 为什么有愤怒呢 因此神的公义的要求 所以才会有愤怒 我们已经触犯了神 我们得罪了神的尊荣 我们要得赦免与神和好的话 所以神的愤怒必须先要平息 要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 神的愤怒才能平息 我们很重要 我们要看到这些怎么样子息息相关的 这里讲到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 这个很重要 设立 为什么神公开的设立了基督 最好的形容的方法是 如果你在中国一个大城市里头去 你会看到很大的广告牌 这些广告牌呢 放在一些地方 是一些很醒目的地方 所以人人可以看见 在美国呢 放在高速公路旁边 有时候你看不到旁边的美好的景色了 因为好多广告牌都挡住了 他们不会把广告牌放在一个角落 他们放在一个公开的醒目的地方 想一想基督的钉石自家 他被钉死在宗教的最中心的地带 全世界的核心地带 他在耶路撒冷的一个众目睽睽之下被钉死 一个公开场所 人人可以看见的地方 为什么 基督的死是必须的 也必须是流血而死 但神可以偷偷地把罪的问题解决掉 没有必要让所有的人都看见 没有必要把它设立起来 像广告一样让众目都可以看见 为什么神要他的儿子被钉死呢 这样钉死呢 在全世界最人人看见的 最招惹人的眼目的地方 你看看25节啊 是要显明神的意义 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现实所犯的罪 神把基督公开地设立起来 他的死也是公开的 为了显明神的义 为什么这是必须的呢 什么叫我们怀疑神的公义公平呢 为什么神要证明显明他的义呢 在25节保罗告诉我们说 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现实所犯的罪 什么意思啊 想一想 他在讲的是什么 让我让你给你一个想法 当撒旦和他的使者堕落犯罪了 发生什么事 神就让他们得到该得的报应 就是公义的审判 所以没有人会怀疑神是公义的 公平的 撒旦犯罪 神就用公义对待他 神是公平的 亚当犯罪 神反而给他得救的应试 神仍然给他得救的出路 神没有马上把亚当给撒了 神没有说 你现在就受审判 以后没有指望 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 他甚至应许了差遣一个救助来 这是神所彰显的怜悯 这个怜悯就导致别人要控告神 不公平 不公义了 你可以想象这个撒旦魔鬼 最大的控告者 上帝啊 我以为你很公平 我犯罪 你就按照公义审判我 是完全公平的 我就没盼望了 我就完了 我被定罪了 那这个人怎么办 他犯罪了 他该死 你反而给他得救的盼望 这是不公平 他该死 你想一想这洪水的审判 想把整个世界都灭了 除了挪亚和他一家八口 问题在这 挪亚跟他一家人也该死 最有应得 你可以想象撒旦魔鬼 为什么 挪亚也该死 你为什么怜悯他 你的公义在哪里 神呼召亚伯拉罕 叫亚伯拉罕是他的朋友 亚伯拉罕撒谎 他要出卖他太太 他不等候神的应许实现 就自己操钱 就生了个儿子 亚伯拉罕你怎么说 你还说他是你的朋友 现在公义的神 你跟罪人交朋友 你再看看以色列的历史 拜偶像 不顺服神 神仍然是信使的 仍然给他们盼望 你可以想象 你想象大卫王 撒旦说 你说大卫是你的儿子 他是个凶手 你还荣耀他做王 他是犯奸淫的 你的公义跑哪去了 神啊 你的义在哪里呢 2000年前神亲自回答这个问题 这是一个例子而已 再想象啊 神把撒旦遭到他的宝座前 你知道为什么我能够把得救的指望 赐给亚当吗 你要知道为什么我能够拯救挪亚脱离洪水的审判吗 你要知道为什么我可以趁亚伯拉罕为我的朋友大卫 趁他会合我心仪的儿子呢 看哥哥他 答案在哪 我可以这样做 而且保持我的公义 因为我的儿子为他们而死 他为他们藏清了罪债 我是公义的 我把我的公义 交电出来 倾倒出来 在我的儿子身上 我的儿子为他们受罪 很多人以为在旧约人得救是不同的方法 我甚至听到传道人这么说 旧约的人是靠行律法得救的 我们在新约就容易了 我们只要信就可以成义了 得救了 发疯了 不管过去还是将来 人总是得救本乎恩 也因着信 借着信神所赐的启示 神所赐的启示 他们的信 如果基督没有为他们带罪的话 他们的信心就起不了作用 一个人对神的信心 信心不能够为他们赎罪 他们的信心就突然了 如果神不为他们预备了这个献祭 挽回祭 他们的信就毫无功效 这个献祭就是基督挽回祭 所以神公开的设立基督作挽回祭 在十字架上而死 为我们的罪受刑罚 为要显明 祂是一位公义的上帝 整个旧约圣经 祂彰显了祂的怜悯 不是因为祂不公平 那因为基督要来 不仅为我们的罪而死 而且为大卫的罪而死 那为诺亚的罪而死 为亚伯拉罕的罪而死 为所有的他的百姓 过去现在将来 赎他的儿女的罪而死 你说亚伯拉罕当时 不像我们今天明白福音一样 没错 他不明白福音 没有那样明白 我们今天很蒙福 记得耶稣说的吗 做王的 还有那些有智慧的人 他们盼望明白这些事 亚伯拉罕没有我们今天 这样完全显明的福音的信息 但是他相信了 当时神告诉他那一点 因此就被算为义 所有凡事蒙恩得救的人 都因为他们因此信上帝而得救 在《使律行传》保罗稿说 神吩咐各处的人 在这个末世 都要悔改相信福音 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 因此我们看到这个 再看26节 好在今时 显明祂的义 好在今时 神已经证明了 显明了祂的公义 借着猜浅祂的儿子 来到事 为我们的罪而死 一个很好的说明的方法是 你要知道神是何等的公义吗 你要知道祂是何等的恨物罪恶吗 当祂儿子担当了我们的罪 神把祂压碎了 就想象 祂会如何对待那些 拒绝基督的罪人呢 神已经 一次性的证明了 在这今时 祂是公义的 注意啊 我总是用这个今时 这个末时 这很重要 我听了很多人说 我们现在活在末世了 我说你怎么知道 因为看到发生的这些事情 我们就知道在末世了 或者这个是大复兴了 到处在大复兴了 或者某某某是基督啊 所以我们活在末世了 听啊 当有人告诉我们活在末世的时候 我告诉他们 亲爱的朋友 我们已经活在末世 活了两千年了 圣经教导我们 借着基督的第一次再来 末世就开始了 还有祂的复活 基督的死和复活 末世开始了 罗马说我们继续 手指放这儿 然后看十多行传第二章 那是五旬节那一天 圣灵浇灌下来了 使徒都说方言 让我提醒你哦 这个方言是真正的语言哦 周围的人都在控告他们 喝醉酒了 15节彼得说 这些人不是醉了 16节他说 这是先知约尔所说的 你所看见的正是 约尔预言的应验 第17节 神说在末后的日子 我要将我的灵浇灌 凡有血气的 所以末世是 借着基督的死 祂的复活 祂的升天 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借着基督 弥赛亚的死和开始的 这是弥赛亚 就是基督的末世日子 这也是已经开始 但是尚未成就的日子 所谓的 弥赛亚基督已经来了 他的国度已经降临了 但是他的国度还要再来 有一天 他的国度会完全的降临 我要你看到的是这一点 耶稣不是有一天 要做王而已 他现在就是王 他的国度已经来到了 在你心里 在我们当中 就像一个小小小的种子 但是他正在成长 是隐藏的 没错 但是还在那 我们已经有一位王了 在做王了 我们是天国的公民 现在就是 现在是 这是一个叫人兴奋的时刻 但是我们也活在一个张力当中 譬如 你已经被救赎了 没错 神给了你一个新的心 但是你的一部分 还没有完全得蒙救赎 就是肉体 你还在挣扎 神的国就是如此 已经来到了 正在来 有一天会完全降临 神的国 Let's say that this is the platform of a train platform where you wait for the train 如果这是 这个是火车站的站台 and you're standing right here 你站在这 and the train is coming 火车正在来 and the first part of the train gets right here 第一部分的火车头 已经到这了 you can rightly say the train has come 你可以说火车来了 but the train the train is also still coming 那火车还正在来 and one day it will come completely 有一天会完全来到 that's what we live in today 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末世所活的日子 I want you to see the glory of that 我要你看到这个日子的荣耀啊 and the power of it 还有其中的大能 but also I want you to see the struggle of it 而且我们也要看到其中的挣扎 it's here 来了 and we are very privileged 我们真是蒙福 but it's not here in its fullness 但是还没完全来到 so we are wa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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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w some charismatics think it's already come 有些灵恩派人是认为 oh 神的国已经来咯 they are already raining oh 已经这个村雨降下了 they are already rich 他们已经 oh 他们已经在作王了 已经富足了 they expect to prosper without any suffering 他们不要受苦 就立刻就兴盛丰富了 but that's not true 这不是真理 we are in a world where we will suffer 我们在一个世界 我们会受苦 we can experience great manifestations of the power of God 我们可以经历到 神的大能的彰显 在我们身上 and be filled with joy unspeakable and full of glory 我们可以充满 那说不出来的 充满荣耀的喜乐 大喜乐 while our bodies are rotting away in a prison 那同时 我们的身体 也在一个 一个监狱里头 正在腐朽 衰老 you see the tension 你看到这个张力 这个 if you let go of either one of these you will be imbalanced 如果你 忘掉其中 任何一方面 你就会不平衡了 we must hold them in attention 我们必须保持平衡 now he says for the in verse 26 for the demonstration I say of his righteousness at the present time Romans 3 26 so that he would be just and the justifier of the one who has faith in Jesus 好 在今时 写明他的义 使人知道 他自己为义 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 二十六节 we started out with the question 我们一个问 记得吗 问题 问问题开始 这个问题 the问题是 神怎么能够是公义的 and the justifier of wicked people 同时又称 罪人 恶人为义呢 he answer the question 他回答了这个问题 it is through Jesus Christ 是借着耶稣基督 who died for our sins 他为我们的罪死了 and those who have faith in Jesus 那些信他的人 信耶稣的人 they are saved 他们就得救了 they are saved 就得救了 now 好 verse 27 27 where then is boasting 既然这样 哪里能夸口呢 it is excluded 没有可夸的了 totally and completely excluded 完全没有夸口的余地 our only boast is Jesus Christ 我们唯一值的夸口是耶稣基督 what God has done for us through his son 神借着他儿子为我们成了的 if someone walks up to a Christian 如果有人到基督徒面前 and says man you are a really good guy 哇你真是个好人呢 and you have so many good works 哇你做了很多很多善事啊 God must be very pleased with you 神一定很喜悦你耶 if anyone goes to heaven it will be you 如果任何人可能上天堂 那肯定非你莫属了 that Christian ought to respond 那个基督徒应该这样回应 by saying no 不不不不 no 不不不 开玩笑 the Christian should actually even be afraid 他应该害怕 he should be sick to his stomach 他应该心里头都要呕啊呕出来 he should do everything in his power 他要尽他所难 to say no 不开玩笑 不 it is only through Jesus 唯独借着基督耶稣 all my good works are like filthy rag 我一切的义都像误会的衣服 I boast in Christ 我只夸基督 in a way that's what our preaching is 我们的讲道也应当如此 our preaching is boasting 我们的讲道其实在夸口诶 but not boasting in ourselves 不是自夸 boasting in the greatness of our Savior 但是夸我们的伟大的救主 the law says this 律法说 very clearly 很清楚地说啊律法 do this 做这个 and live 就可以活下去 don't do this and die 不要做这个 你就不会死了 through the law no one say 藉着律法 无人可以得救 God did not give us the law in order to save us 神没有赐下律法 来借着律法拯救我们 he gave us the law to show us that we need to be safe 他把律法赐下 好像我们知道 我们需要救赎 so it is by faith 是唯独凭着信 看看28节 he says for we maintain that a man is justified by faith apart from works of the law 所以我们看定了 人称义是因着信 不在乎遵行律法 he does not say that a man is justified by faith and works 他没有说 人得救 是因着信 和遵行律法 两 不是两者 but he maintains that a man is justified by faith apart from any works of the law 他说我们看定 人称义是因着信 不在乎任何的律法 不在乎你的行为 Now I am sure you have heard of a controversy 我很肯定 你可能听过这个辩论 真意 that is no controversy 其实不是一个 真意性的问题 between the apostle Paul and James 就是 雅各 跟保罗 之间的争论 if you notice that look what Paul says in verse 28 如果注意 28节保罗说的话 for we maintain that a man is justified by faith apart from works of the law 我们看定 人称义是因着信 不在乎遵行律法 but then go over to James 你再看 雅各说 看个 2 in chapter 2 第二章 look at verse 24 看二四节 you see that a man is justified by works and not by faith alone 这样看来 人称义是因着行为 不是单应着信 you know there are actually people who study the Bible 你知道有些人 他研究圣经啊 真有这样的人 who believe that James and Paul were disagreeing with one another 他们认为 雅各和保罗 在彼此矛盾 互相干脏 if that's true then we're in trouble 如果是如此 我们就麻烦了 because the Bible's not inspired 那圣经就不是神所默使的了 it's just the opinions of men who disagree with one another 不过是人有不同观点的人 他们互相不同意见 I want you to know that Paul and James are in perfect agreement 我想你知道 保罗和雅各 是完全和谐的 Paul would agree with James and James would agree with Paul 保罗同意雅各 雅各同意保罗 and you say but they're saying two different things 但他们现在说 说的是相反的 是不同的 you know they're saying the same thing 不 他们说的是一样的事 just look at this 你看看啊 he says in verse 18 再看十八节 James 2 18 雅各书二章十八节 but someone may well say you have faith and I have works 有人会说 必有人说 你有信心 我有行为 show me your faith without the works and I will show you my faith by my works 你将没有行为的信心 指给我看 我便借着我的行为 将我的信心 指给你看 we are saved 我们是唯独 因信 得救 不是凭着行为 但是那些 已经被得救的人 他们被重生了 他们成了新造的人 他们有了新的心 和新的欲望 这个新的心 就会产生 新好的 好的行为 是好行为不能拯救人 但是好行为 显明了 我们是真正得救的人 你看到这个不同吗 是我们是因信得救 但如果我们真正得救了 我们就真正改变了 那我们成为了新造的人 我们就会活出不同的生活来 信心会产生救恩 救恩会导致好行为 会产生 善行 是神在我们心中动工来产生好行为 保罗也同意 我们再看看以佛手术 快快地看第二章 我们以后有机会再回去再看 深入地再研究 第二章 八到九节 这是靠凭信心得救的 最重要的根据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也因着信 并不属于自己 那神所赐的 也不属于行为 免得有人自夸 注意他继续这么说第十节 我们原始他的工作 就是神的工作 在基督耶稣里所造成的 为要叫我们行善 就是神所预备 叫我们行的 你看到吗 我们是唯独凭信得救 但是基督徒是神所做的工作 藉着圣灵 基督的生命在信徒里面 神预备了工作 叫基督徒去做 去行 神也给他们能力去行出来 他说的是跟雅各一样的话 我会借着我的行为来显明我的信心 因为我是个新造的人 我是神所做的工 看到吗 罗马书第三章二十八节 再回到 所以我们判定了 人称义是因着信 不在乎遵行律法 二十七节他说 哪里能够夸口呢 我们再看腓立比书一段经文 第三章 我们已经很简单的看了 但这里真是很切题 三章三节 保罗说因为我们真受割离的 我们是真正的神的百姓 然后他继续形容一个基督徒是什么样 真基督徒是什么样的 他以神的灵敬伴 在基督耶稣里夸口 他在基督里夸口 不靠着肉体 他不信赖自己所行的肉体型的善行 他也不信靠自己去遵行律法所做的任何事情 不靠着不信靠自己 他唯独信靠基督 这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他在基督里夸口 不靠着自己的肉体 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这里 罗马书第三章 我们再看到第29节 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 也不是做外邦人的神吗 是的 也做外邦人的神 神既是一位 他就因性称那受割离的为义 也要因性称那未受割离人为义 这里很重要 我听说中国人有一个回归耶路撒冷的运动 这是一件好事 只要你回归耶路撒冷的路上 你到处传福音就没问题 很多人对基督和犹太人 有不正确的观点和认识 甚至自称为基督徒的人 你知道今天美国有很多自称为基督徒的 他们以为啊 犹太人不需要基督就可以得救 有一些机构 宗教机构 他们要把犹太人呢 带回神的应许地 但他不跟他们传福音 我知道有些人跑到以色列 跑去在犹太人的葡萄园里头 为他们做工 要祝福犹太人 但是不用跟他们 从来不跟他们传福音 这简直是荒唐 所有的人都需要耶稣 外邦人是因信靠耶稣得救 犹太人也是因着信耶稣得救 除此之外 没有别的得救的方法了 没有别的了 每个人都需要福音 清清楚楚地传给他们听 另外一个错误 就是信靠基督的福音 这个信心啊 和神的律法是矛盾的 你看31节 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 断乎不是 相反的我们更是兼顾律法 律法是为了什么缘故 你看三章19节怎么说 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 都是对律法以下的人说的 塞住个人的口 叫普世的人都服在神审判之下 当我们相信福音的时候 我们正在顺服律法 神赐下律法 好叫我们知罪 神说做这个 做这个 你行律法就可以活下去 如果你做那个你就会死 律法定我们的罪 但是律法把我们逼到基督面前 基督就是成全律法的 在加拉太书保罗说 律法就像一个蒙训的师父一样 引导我们到基督面前 所以救恩 得救是本乎 因着信 下一堂课 我们要再一次看看十字架 我们要考虑 耶稣受死 受罪 受刑罚 是什么意思 在十字架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很多人会讲到耶稣的肉体受苦 这何等残酷 当然这很重要 但这不是十字架上最大的苦难 十字架最大的苦难不是罗马人在耶稣身上做了什么 那是父在他身上 我们的罪加在基督身上 他在神的愤怒之下被压碎 我们当受的所有的审判刑罚 都堆在耶稣的身上 Let's pray Father I come before you in the name of your son 父我们借着你爱子的圣名来到你面前 And I pray Lord that you would use this time 主啊求你使用这段时间 That your people might be edified 好求你百姓得造就 And your church might be helped 你的教会的帮助 And Father I ask this in Jesus name 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Amen Please visit our website at heartcrymissionary.com There you will find information about the ministry Our purpose, beliefs and methodologies And extensive information about the missionaries We are privileged to serve Well so that we don't clean the family There you will find啊 The ministry colocar